哎唷 聊四季 天野龍星 大家好 我是Lel 今天要來看波波人對上破爛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藍方是選擇了 波波人 那波波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村民動速度特別的快速 而且馬舊單位有八折的優惠 那後期呢 還有這個弱攻可以使用 那弱攻這個單位呢 打對方的馬攻 是有外增傷效果的 那後期呢 他也可以點下他的金罐 可以讓他的駱駝自動回血 所以的波波人呢 後期主要主軸呢 是打這個攻兵路線 還有騎兵路線 雖然步兵路線也是可以打 但是比較常見的還是騎兵路線為主 還有這個弱攻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破爛人 那破爛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這個騎士 他的騎士呢 黃金只要30而已 但是這需要點下他的銀貫技術 這個貴族特權 所以他的黃金來說 需求量是比較低一點的 那破爛人的後期 主要是打這個貴族特權騎士 還有這個大肉馬 那這個大肉馬呢 有這個烈克提克遺產的關係 讓這個肉馬有践踏效果 打一整群的單位 非常好用 那他的大中原呢 在旁邊立即撒下農田之後 還可以獲得8%的 立刻食物的採集 所以後期的破爛人的肉量 也是非常誇張的 那攻兵路線的話 也有拇指環 所以也可以打攻兵路線 也有強弩 那步兵路線的話 有這個 戰錘兵可以使用 但是他的 槍兵呢 是沒有擊兵的喔 所以打 對方駱駝 算是破爛人 最難解的一個問題喔 好 接下來我們 加速一下下 接下來看到 兩邊的地圖 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起來破爛人的左邊喔 比較慘喔 金礦直接在正前方 而且另一塊附金也在前方 另一... 呵呵 右邊這一塊金喔 也是偏前面喔 但還好 下面這邊可以直接圍到底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主要是左邊這一塊區域喔 會比較難守 這一塊區域 那上方這塊區域 應該待會會稍微小微 甚至不微 直接開TC出去 插城堡也可以 這張地圖看起來有點偏平面喔 高地有點少 所以對於破爛人來說 防守可能會有點比較吃力一點 因為沒有高地的話 城堡就不太好插 不太好插城堡之外喔 被巨頭 巨型頭司機丟的時候 這個傷害也是 如果被高打地的話 也會很難受 好 目前平分喔 這個感覺只有2、30分喔 兩邊牧區而已 很慘 而且這塊牧區還是偏前面 左邊雖然這個也可以喔 但是偏外側 不好防守 接下來看一下 破爛人 這個伯伯仁 伯伯仁在左邊開下了伐木場 在前方也開下了一個伐木場 兩塊牧區 哇 這個牧區跟破爛人差不多爛啦 而且金也在正前方 火子也在前面 但還好他的附近在左側 比較偏遠一點 還有一塊野金在左邊 地圖來說也是2、30分喔 兩邊都是差不多爛的一個開局 好 那這邊看到軍營 軍營這裡補下了一個 那待會伯伯仁可能會打漏馬開局 因為伯伯仁本身喔 他的馬舟單位是很便宜的 所以漏馬開局 覺得沒什麼太大問題 反正是很適合伯伯仁這個文明的 好 但是伯伯仁呢 他這個折扣呢 是有在城堡時代才有折扣 城堡時代是15% 後面時代是沒有 好 好 破爛人這邊點下了一農一木 開始點下了大中原撒農田 那這邊也是打馬就 那這邊點了一隻 馬之後呢 就要斷肉囉 要兩隻馬 這就是破爛人前期打落馬的一個問題喔 就是肉量非常的缺乏 除非你要及時點下一集農 然後趕快去撒農田 才有可能按出更多肉馬 去跟對方抗衡 那伯伯仁這邊則是 打一個蠻正常的開局 沒有點下一集農 這個開局方式 跟破爛人其實蠻像的 好 這裡補下第四隻肉馬 想要去繼續壓制 哇 破爛人這邊撒農田撒得很快喔 11分鐘已經撒了 快要 欺騙田了 欺騙田已經撒下去了 好 這邊直接硬吃一隻槍兵 槍兵收掉之後就去追逐刺頭 但刺頭這邊抓到一隻村民 有點尷尬 要不要按一隻槍兵嗎 還是不按呢 直接用村民去跟對方對打 哇 差一下可以拿到一村 沒有拿到 哇 尷尬了 伯伯仁差異道就會往回走 好 這邊破爛人出道七隻肉馬 好 這裡再補一個大莊園 準備再繼續撒更多的農田出來 呃 兩邊都是一個小圍打法 這張地圖確實要小圍 這個大圍沒有救 因為大圍又要回到太多資源 誒 但破爛這邊是算有點 有點大圍了 而且他這邊是圍死的 準備要靠這個大莊園 農上去打一波經濟差距了嗎 但其實是圍家的那一邊 經濟是比較不好的 沒有圍家的反應是經濟比較好 但是防守來說比較困難 如果被騷擾到的話會很慘 所以這邊選擇不為的伯伯仁 就要考驗他的防守能力了 要把這些槍兵放在重要資源點 像例如黃金啊 或者是果子區 這種地方 但果子其實目前是 看起來是微好的 所以目前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右邊來靠木槍 把木槍打一下 拿到殘血 這邊拉了一隻村民過來 但是沒有挖黃金的關係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點到城堡時代 好 這個就是破爛人喔 這個前面的肉量獲取量很高的一個優勢 波波人現在點下了城堡時代 破爛人這邊太扯了 到現在還沒有點城堡 肉量破千 遲遲沒辦法上到城堡時代 這個怎麼跟我有點像啊 常常升級出事 哇 這邊直接硬吃槍兵 我有看錯嗎 哇 這邊是失誤啊 硬撞到了槍兵喔 損失了一些刺猴 哇 那這樣刺猴數量 就有點打不太贏 波波人喔 除非可以第一時間收掉殘血 那應該還是有機會 好 這裡終於補下城堡時代的破爛人 大概還差了一分鐘 再稍微加速一下 兩兵應該是要來打城堡 再打一隻槍兵給收掉 繼續 騷擾一下 因靠 把一隻槍兵給收掉 再打掉兩隻刺猴 破爛人這邊換血換得很好 好 現在是二換二 但最終自己的刺猴被換光 對方轉出了駱駝出來 那伯伯倫這邊可以先按幾隻駱駝 然後待會再開下3TC 地上的承認中心可以考慮開在下方這個位置 可以開始來挖石頭 然後產出自己的弱弓 那破爛人這邊遇到駱駝的情況還有騎士 最好的辦法就是出生旅 還有這個重裝長槍兵 那重裝長槍兵的部分沒有擊兵 所以待會還是要來看要不要轉個什麼強奴之類的 奴兵打駱駝也是蠻高效的 所以可以考慮試著用看 右邊這邊可能要被打出一個洞口出來 完蛋囉 流進來了 騎士進來 家裡有生旅防守嗎 沒有 聰明只能到處逃竄 後來把城堡蓋在中間 直接按出了奧布奇戰錘兵 那奧布奇戰錘兵是司機禮我裡面 唯一可以破防的一個單位 每攻擊一下到對手 雙防都會減一 但是你看駱駝本來就沒有防禦了 所以打他就沒這個效果 打駱駝效果就很差 那打騎士的話至少可以打兩下 所以稍微還是可以用一下 目前打步兵打騎兵還是比較划算了 畢竟造價成本比較低 只需要大量弱量而已 哇 這邊奧布奇直接點下了二防 那奧布奇本身來說也是血量偏多的一個步兵單位 一開始出生就有80滴血 以步兵來說這個體質已經很坦了 因為劍兵我士我記得也只有70滴血 然後升到劍兵炒70滴 但奧布奇就有80 大概是這樣子 差距 好 奧布奇垂掉了一些騎兵之後 駱駝也能打得贏嗎 奧布奇努力再硬躺了下來 這裡由於暗了很多奧布奇的關係 所以這邊斷村斷的有點多 好 但破爛人在下方也把這個洞給補了起來 奧布奇在努力的拯救世界 好 這邊拉到下方神聖中心 用劍塔稍微射一下 這邊村民要再放出來就去採資源 好 目前看到兩邊互打結果 後來這邊村民宿還是暫時裡 先的 那破爛人則是在左邊開出了第三棟城鎮中心 3NTC開農但沒有開石頭 這就意味著他打弱攻的可能性就偏低了 這邊想要繼續 結果後面的駱駝跟騎士過來想要包抄 應該可以收掉個一兩村 一村應該沒問題 好 奧布奇戰隨兵還在繼續按 這邊想要再打出這個破口 回來拯救一下裡面的駱駝跟騎士 這時候還沒有補下修道院 這個有點奇妙 好 戰錘兵一直線一直出 那破爛人本身挖石頭也會產生黃金 所以他這裡就算不挖黃金 也可以獲得 好 足夠的黃金喔 去出這個戰錘兵 好 那這邊把所有的資源買賣一下 調整一下經濟 開始把這個3TC運轉起來 那破爛人則是轉出了一些生率喔 已經開始在減生物了 利用這一坨騎兵再破爛家裡的人 鬧來鬧去 有這個時間可以去 多血更多的生物 但是凹不齊戰錘兵現在已經有一攻二防的關係 所以現在再打下去可能會有點虧 但博物人這邊也是有點了一攻喔 稍微增加一下傷害 這裡再補了一些騎士過來支援 忽然點下來二攻 好 大莊園有四片喔 四個大中原都灑滿的話 要升地龍時代絕對不是問題 可是... 波蘭的小口訣 四大中原就能搞定 好 這邊戰錘兵直接擊垮了 薄薄的正面的裝甲 騎士的防護都變複二複二 龜靈 直接吃了一個龜靈膏 十七隻的戰錘兵繼續往上走 左邊再補下一棟大莊園 農田再往後拉一下 左右兩邊開始分隊 這邊吸引到了一些戰錘兵去追擊 但這時候戰錘兵的二攻已經升級好 博物人這一波鬧的有點煩啊 確實有鬧到破爛人這一點經濟的感覺 好 這邊騎士 就是...就去繞 很努力在追 這邊戰錘兵又貼了上去 打個一波 但是坦度還是很坦 好 尻掉了一些駱駝 騎士過來支援 集火掉最後一隻奧不起戰錘兵喔 好 但後面的戰錘兵又跟了過來 這時候破爛中點下了護衛技術 提升了一下戰錘兵的跑速 十八隻戰錘兵 左邊這個洞 要很小心喔 這個木牆要被打破了 破爛人這邊有看到嗎 好 這邊也想要來偷抓農田裡的村民 這裡再補一棟房子 村民稍微收村一下 哇 直接砍農田 太狠了 好 這一坨兵真的很煩 破爛人這裡補下了一些騎士 沒有激動單位喔 就是很容易被這樣子秀 被對方直接一直溜 溜 溜來溜去 超級煩躁的 好 騎士再下來 但是伯伯人一直有在出騎士喔 人家有這個85折的優惠 15%的減免 好 戰錘兵再過來 好 破爛這邊補下了第五棟 大莊園 6棟了 大莊園數量其實很多 破爛的總人口數來到126人口 但是對方這時候已經點下了帝王十代 破爛人這邊可能要存一點資源 去點下帝王會比較好 好 在這邊騎士還在按 希望伯伯人利用這一坨兵 一直繞一繞去 想要讓破爛人 產出更多的兵 去拖他上帝王十代的時間 這一個確實拖得很不錯 好 那剩下少量兵 現在破爛人也可以不用管 戰車兵可以稍微出去 騷擾一下 但是對方伯伯人已經轉出落宮了 兩棟城堡已經補下 待會就要轉落宮 正面擊垮破爛人的軍隊 那破爛人的軍隊現在主持 是很害怕落宮的 畢竟破兵單位本身就貼不太到 工兵單位 而且又是馬宮 但是破爛人到後期 遠防有6滴血的關係 有6防 不是6滴血 有6防的關係 所以落宮打一下大概只有 我記得11攻 所以是一下5滴 其實還是蠻痛的 落宮本身就是 基本傷害就很高的 工兵單位 好 這時候 突然點下了貴族特權 他可能這時候以為 對方還沒有點帝王 所以先補了一個貴族特權 通常是先點帝王 再點貴族特權 不然這個升級上來說 會有點不太協調 好 甚至會有落後的問題出現 好 這裡補了更多大莊園 直接補下了帝王四代 OK 村民宿來到了113村 打上105村 破爛人現在目前領先 好 這時候破爛點下了輪軸技術 這時候看到對方轉出落宮的 落宮的破爛有點微妙 這裡打算要繼續使用 騎士硬壓的樣子 但是破爛人沒有三級馬鎧的關係 所以遇到落宮來說是非常 痛苦的 這樣射一下騎士好像有 好像還是蠻痛的 打下有7滴血 哇 這個騎士好軟 破爛的騎士就是 差別就是沒有這個三級馬鎧 用起來就是有點人 偏怕弓箭 好 戰隨兵直接上前硬打 收掉了幾隻落宮 好 但是落宮本來就是沒有什麼防衛的單位了 所以這個戰隨兵的效果真的很不明顯 那就要來看破爛人要幫我轉出一些強弩啊 或是戰毛兵之類的單位 去做反制落宮 那破爛人如果出戰毛兵的話還有個問題 因為他沒有三級的弓兵踩甲 所以落宮可能也擋不太住 可能會正面直接被射爆 好 這裡補下了一級射 這時候破爛人已經快要升到地獄王時代 但是波波人這裡已經要蓋出第四棟城堡 好 戰隨兵去拖延下時間 城堡一蓋好 村民就可以收到城堡裡面 但有些沒有收進去 普攻數量來到了十三隻 剛剛有二十幾隻喔 剩十三隻就算變少很多了 好 那正面的部分產出了重裝騎士的升級 還有耕種技術 升級一下騎士的跑術 波波人這邊則是補下了化學 二級農跟弓兵鎧甲 好 展出了一些輕騎兵的升級 唉唷 還點下了銀罐 那這個銀罐技術呢 是這個群聚堡壘 可以提升這個城堡的工作效率 讓自己產生落宮的速度 再更加快一點 好 這個巨型頭司機 那波蘭的巨頭已經開拆 但是我覺得正面可能擋不下來 二十五隻落宮 波蘭現在要扛住不太可能 即使升到重裝騎士 遠方還是四滴 哇 應該一過去 一發一隻重裝騎士 這就是破爛人現在的窘境 打騎士會有點慘 可能還是要搭配一些弓兵比較行 好 但要轉弓兵的話 黃金現在不夠多 轉戰毛病的話 也沒有木材 現在木材需求量也沒辦法支撐起暗下太多的射箭槍 好 資源相當吃緊 哇 這邊大量聰明直接被抓掉 這命的金果然控不下來嗎 這塊金不能挖 實在是太傷啦 波蘭人這邊被地形殺的感覺 但是大量落宮金 敘事帶發 四十隻 這個數量有點多了 波蘭人該怎麼 血掉這一坨呢 哇 這個 看似難解了 這就跟超導體一樣喔 難解之謎 血不乾淨 哇 下水饒的時間 波蘭人相當絕望 這麼大量落宮 每一隻落宮 攻擊力都是8加4 哇 十二攻 不好意思 記錯了 記成十一攻 哇 射一下有八滴耶 一下八滴 這跟蒙古突擊的傷害一樣 但落宮跟蒙古突擊互打的話 是落宮一定會贏 落宮 攻擊力太高了 然後又對馬公有外增傷 其實 比蒙古突擊的傷害喔 還會更強大一點 好 可以再 下大師牆 爭取一點時間 後面補下來更多的農田 好 這裡要產最後一波騎士了 好 這時候波蘭人應該是聖券在握了 但村民沒有繼續按了 反正是專心在爆落宮而已 好 巨型頭司機也沒有產出 這邊點下了重裝落鎖的升級 有這麼害怕嗎 六十隻落宮 對付波蘭的騎士 還要轉落鎖 打著最保守的那一種 最謹慎 好 這時候就可以去來挖前面這坨金了 這個波蘭的附近 好 波蘭騎士上方往前走 看能不能走到後方 哇 正面的村民直接被清洗兵抓了個正著 把木工有點 損失掉囉 雖然村民處一直是由波蘭領先 但 軍事上來說有點打不太贏波 這個波波的正面 好 直接後面打 一個多線操作 這裡直接出來挖石頭 好 後方這一坨石頭跟黃金礦都沒有抓到 反正是直衝對方農田 但對方農田家裡都有城堡 所以騷擾效果並不太明顯 落宮第一時間回舊 正面重裝騎士也趁這個時間點出來 想要來反擊 兩台距離頭司機再次走得出來 小龍自行攻城 這邊高打地其實很好 可以繼續打 對啊 不用拉走 而且這邊落宮數量不夠多 重裝騎士一定是能打得贏的 好 左邊的落宮直接分成兩隊 左右開攻 右邊有一隊落宮直接回舊正面 下方還有一坨騎士再繼續亂竄 波波蘭人村民處已經不滿一百村 但正面的部隊依舊拿不下 波蘭人這邊損失了所有的自己的重裝騎士 後方騎士也在繼續產出 但三台巨頭能夠拿下這棟城堡嗎 波波人買了一百石頭繼續修理城堡 但這棟城堡感覺要是守不下了 三巨頭就能搞定 可以啦 還是可以拿下 OK 雖然波波人城堡掉了 但是波蘭人的騎士也是損失 非常大量 只剩下少量的不到十隻的騎士 在前面硬撐著 太絕望啦 重裝騎士瘋狂蒸發 弱弓的威力 就是這麼的痛 好 上方的挖石礦的村民也是被抓掉 波蘭人這邊只剩下16隻重裝騎士 下方還有少量的重裝騎士在等待著 但是這時候波蘭金打出了 GG 哇 好久沒有看到這種 弱弓群 瘋狂暴的這個打法 這個打法非常難解 你就算出強弩解 也不太好解乾淨 而且對方又有一大堆的 八折 馬舟單位一直衝出來解 會讓你後期相當難受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波蘭 拿下了大部分的勝利 即使破爛的村民一直都有在領先 但是沒有點下手推測 而且一直家裡被農田騷擾的關係 所以經濟並沒有到那麼好 其他資源的話是有點小數 但是肉量卻是贏了一萬二 將近快要贏到一倍 這個肉量非常誇張 所以波蘭人的肉量還是主軸 但是其他資源就有點不太行 經濟沒有補震到那麼多 而且對方又五勝我 那後期真是沒機會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今天 Kollegin 台北 你 我 不 會